今天我要帶你們去找我的回憶 找你的回憶 就是因為我在台南 妳會找妳初戀男友 其實有 但是我不知道她現在人在哪裡 初戀男友嗎 對啊 妳初戀的是幾歲 國中的時候 喔 國中喔 我想她是我學長 那我們第一站就去敲她家門啊 這是什麼 我知道她家在哪裡耶 我們現在呢 這個單元就把它改成 以前普學亮亮哥的那個 超級讓步 不好意思 安平古堡到年 要不要介紹一下啊 這裡就是安平古堡嗎 也是那個台南有名的古蹟 沒了 那歷史咧 不刻意準備一些故事嗎 等一下 我想一想 這是紅毛城吧 我記得她以前是 紅毛城就在淡水嗎 不是 她以前的 我剛剛已經把赤坎樓跟安平搞混了 孫悟空耶 孫悟空起歐多賣 孫悟空本人耶 對 妳小時候回憶裡有孫悟空嗎 沒有啊 她就這樣闖進來 妳的金斗雲 妳的金斗雲 好笑喔 妳的人在哪裡不見了 孫悟空看起來有點累耶 她跟我們一起這樣子 可是我們有太陽眼鏡 我們不會光耶 對 我們不會光 我跟你講 我剛剛翻我們之前的私訊啊 就是FB的 2014年 2014年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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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回什麼 她回我說 我是不是被盜 我怎麼會找她 妳是不是要打電話給她 妳先不要激動 好 那個人回說 她以為 妳要幹嘛 妳要幹嘛 怎麼會找她 妳要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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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剛剛經過妳家 不要啦 不要啦 妳… 不好意思… 妳… 不要這樣子啦 我很緊張 我已經打妳在這台那邊 她有回嗎 還沒… 我記得我跟她去過一次Costco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做她的事 就不敢讓爸媽知道 所以我都會把手提 喬成震動 然後我爸一個奪命女 蠻紅的都不接 然後我還最後收到我爸一個簡訊 她說 妳再不接電話的話 妳這輩子就不用回家了 她就威脅 我看到我就故意不接 然後她就傳了簡訊給我 然後我就回家 然後我一回家 我手機被摔在地上 被我爸傷了就發掌 是因為去Costco 沒有 是因為妳不接電話 對 就是這一個 就是跟這一個去 然後這是妳剛剛說的湯對不對 魚皮加丸子湯 對 魚皮加丸 然後還有滷魚皮 他們家的魚皮真的很好吃 好 而且他們家的魚皮好厚好厚 總是魚皮一定要先吃魚皮吧 妳看他們的魚皮 很認真的魚皮喔 而且等一下喔 重點是妳要沾那個醬 魚皮必沾的醬料 來自台南的豆瓣醬 比較甜的 剛好在安平附近工作 我看一下是不是這樣打 真的啦 對啦 是不是人家在上班 安平附近工作 我跟朋友一起然後聊到妳 想說要不要一起出來吃個冰 會吧 聊到妳好像也不太 聊到妳不行啦 還是妳說 妳說我回憶了 妳可以幫我 我失憶了 妳可以幫我找一些回憶嗎 不要 不要 我失憶了 我失憶了 妳嗎 我失憶了 我好想相親 我好想相親我國中那一段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修 妳需要修飾一下 修飾一下 修飾一下 我失憶了 我失憶了 我忘記我國中那一段在幹嘛 超好笑 妳可以帶我找回憶嗎 我笑到流淚 我失憶了 我們剛剛呢 被拒絕了 那是一個很難過的事 對 妳這樣不是真的有 對 因為 因為蘭蘭有講說就是 她那個初戀男友 其實是比較低調的人 比較害羞一點 她真的是非常 害羞一點點 非常內向的人 但是我跟她說 我們剛剛是跟她說 我在安平附近拍攝要執行任務 需要妳幫忙 妳可以忙 對 然後 然後她直接就是寫說我拒絕 對 她就給我的三個字 然後說好 沒關係 謝謝妳 妳最近還好 我可以把它都遮起來 然後給妳看我拒絕 這樣子 我拒絕 好 拒絕 我拒絕這樣子 她直接寫了一個 我拒絕三個字給我們 但也尊重她 因為她不想要露妳 對啊 我們都不免錢 姐妹妹妹妳好 想請問一下 有一個叫鎮宇良老師嗎 有 那她現在在 她現在有在上課嗎 上課嗎 現在有在上課 第二年級是在比較久 在那個什麼大港國小 在我阿公阿嬤 因為那時候小時候是給阿公阿嬤帶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轉到這裡 我每天就是都很想哭 為什麼 因為跟以前的同學就是 對 然後加上離開阿公阿嬤 因為這個老師她很 特別的是她跟我 是同一個學校過來的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也是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她特別照顧妳 照顧妳 老師 以前籃籃在學校 是乖孩子嗎 是啊 她是摸單身喔 妳看 妳看她是拿校長講嗎 老師聽說妳是 兄弟像的是不是 對 老師我們一起來跳個炸烈 來 然後妳就這樣 我可以跟著跳啊 對 五六七八 炸烈陳子豪 一起炸烈陳子豪 炸烈陳子豪 時後 夢後 陳子豪 妳看老師真的會 我還有印象 妳那時候跳那個 蔡依林 瑪德里 不失禮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舞娘有沒有 我都忘記了 有沒有 我記得舞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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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 旋轉開月 我閉著眼 旋轉看不見 你純粹的眉 白玄舞 我為什麼好會唱這個啊 模糊平嫌 模糊的年歲 還記得 我忘記了耶 老師我什麼時候跳舞娘的 我都忘記了 妳國小看舞娘很強耶 妳們整個下課都在跳啊 對 我們要先進去 好 那我教大家跳旋轉跳躍好不好 好 旋轉跳躍 我平嫌 誰卡看不見 誰卡看不見 妳沉醉了咩 然後我還記得我 好像那時候國小當童子君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那邊集合 在那個走廊集合當童子君 然後一起去露營野營什麼的 好懷念喔 小心喔 這是我小時候藏走的石頭 同學們很好奇 對 她們在那邊聽著我 阿嬤就是我的媽媽的感覺 就是因為我從小試給阿嬤帶大 然後她所有最好的東西都會先 就是拿給我嘛 這些回憶到現在 我都覺得她是一份非常 寶貴的回憶 因為我覺得 我有想到可能她以後有一天會離開 那我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 我該用什麼樣的心情去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是我只要一想到 可能她之後有可能會 在我人生中的某一個階段離開我 我就已經覺得 我的世界可能會 因此而就是崩塌或怎麼樣 我只能在的就是我可能回到台南 然後有限的時間對她好一點 然後能夠帶她去哪裡 我就盡量能去創造更多我們之間的回憶 因為我知道總有一天我要面對這件事情 那我總該在這段時間去把它好好的調適 但是我覺得這個非常難受的是 我在跟她一起創造一些回憶 開心的回憶的時候 我一方面又覺得 某一天這個場景這個地方 都會成為就是往事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在面對這件事情上面還不夠成熟 跟就是還沒有想好我該怎麼辦 但是真的就是把握現在 然後珍惜當下 就是能夠對身邊的人好好說什麼話 就好好的去做 我真的千萬不要留下遺憾